在看到我们国家现在变得强大起来后,很多国人是为之欢欣鼓舞的。 但事实上,我们国家在全世界的影响力,要比普通人所能想象的还要大得多。 比如除了我们国家之外,还有很多的国家的文字,都有很多的汉字。 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就是日本了。 凡是到日本去旅游的人,都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,就是那里街头林立的广告台,到处都充饰住汉字。 然而大家身为中国人,却很尴尬的,因为基本上都是看不懂的状态。 这究竟是为何呢? 其实说到这里,就不得不提及日本文字的起源了。 过去的时候,他们是很落后的,当然就没有自己的文字了。 到了唐朝的时候,他们就非常仰慕我们这里的文化,于是就把汉字给带回日本去了。 但是呢,当时的日本人根本学不会,于是他们就在这个的基础上,最终造出了凭假名和骗假名。 其实这就是现在日本人所使用的文字了。 也正因为如此,所以他们的文字里面,可以看到很多的汉字,不过日本的很多汉字,其实与我们所理解的意思,并不完全相同。 再加上生活习惯这些方面的差异。 他们创造出来的词语,有很多让我们感觉似是而非。 当然也有一些,我们仅凭字面是能理解含义的。 比如这个由杨幂做代理的广告,通过上面标注的汉字,大家应该都知道是指足疗点。 但其他很多却合日本语境的汉字,它所代表的含义,就让很多人都莫名其妙了。 比如日本的卖场里面,经常会有无料这个词语。 按照我们正常的理解,应该就是受庆,卖光了的意思。 然而在日语里面却不是这样的含义。 它指的是免费。 还不快去享受啊。 在日语中,按这个字的含义就明显改变了。 它指的是便宜。 因此,日本人在清仓大甩卖的时候,就经常会打出隔安。 意思是比原价要便宜多咯。 大家快来放心抢购吧。 如果是鸡安的话,那就代表住超级便宜了。 可能就代表住我们这里的跳楼价。 尽管大家看住很好玩。 但日本人却不这么认为了。 他们认为,日本文字中的这些汉字,对于他们来说是最难学的。 相对来说,他们更愿意用评假名这些。 但由于在生活中,经常要用到汉字。 此外生学好事也要过关。 所以还是不得不学了。